感谢主 今天实在是一个非常荣耀和喜乐 也能够叫我们得安慰和鼓励的日子 那还是要恭喜这个毕业的学员们 在这个主的恩典和怜悯之下 叫我们能够顺利的结业 那我们要看见这个训练 不是什么人在这训练我们 我们必须要有个体认 这个训练是主自自己在这训练我们 他自己的亲自在这里训练我们 成全我们 兼顾我们 加强我们 给我们立定个好的根基 那特别学员训练完了以后 就回到各个地方召会 那有几点我稍微讲一下 一个侍奉主的人 他必须有十方面的生活 是必须要操练的 那我也盼望就是学员们回去以后 在这十方面的生活方面 能够继续的有操练 那第一个就是性格不放松 那我们都知道早上到壮年班 这里五点二十就起床 晚上也是非常好的事 很早就睡觉 那我们知道一个生命的长大 必须是借着一个规律的生活 那盼望学员们毕业了 回去性格没有放松 那第二个就追求不要懈怠 那在这里像刚才乐业弟兄讲的 姊妹要背着书包书装那么多 可以说在这里的追求 这里的课程 无论真理生命 各方面的课程 那个都像瀑布一样的倾倒下来 但是盼望学员们回去 仍然能够维持追求的心愿 不是我们已经得着了 我们乃是竭力追求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在侍奉上不逃避 特别我们都知道要有个心情 说主啊碰到侍奉 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千万不要有一个感觉 一有福祉的说说 哎呀怎么又是轮到我 我盼望弟兄姊妹 做一个积极的人 在侍奉上没有逃避 第四个在佩达上不挑选 那我们都知道 壮年班非常的有口碑 在训练里面 弟兄姊妹经过的佩达 可以说成为生死伙伴 哇真是觉得壮年班的人 一乎百应 医药开展做什么 都非常的同情和义 但是当你回到各地照会的时候 不要挑选 怀念壮年班的佩达 没有 在你旁边 主白哪一个人在你旁边 那就是你最好的佩达 没有挑选的 这是第四个 那第五个 就是我们交通不可缺 你知道今天是基督身体的时代 我们和主要维持一个 在生命中的交通 我们和弟兄姊妹 要维持在生命的交通 我们和各地的照会 和基督的身体 也要一直待在交通的里面 那第六个 就是给我们看见地位不要看重 所有在世界上的训练 越训练越叫我们做大 越训练叫我们越高 但是在主的训练里面 越训练叫我们越小 越训练叫我们越大 训练到一个地步 我们各个都做奴补来扶持他 好 另外第七个 就给我们看见 生活中一定要有主 无论你回去 你生活中失败得胜 你都要在生活中有主 即使我们像彼得一样 软弱到一个地步 你还能说 是主 或者也许你一直在非常高昂的里面 你还是要有一个感觉 主啊不是我 是主 所以生活中一定要有主 那第八个就给我们看见 我们工作中要有人 特别我们知道 神今天走命定的路 生养叫健 福加牌区这个架构 其实所有的这些架构 都是在人身上 传福音是为了人 为了人也是人 你要教导人 也是在人身上劳苦 你到最后要建造 还是在人的方面 所以盼望学员们 开展非常刚才的见证 都有非常刚强的见证 无论回到各地 你至少有两三个福音朋友 是你的对象 有两三个弟兄姊妹 是你喂养的对象 有两三个弟兄姊妹 是你教导成全的对象 最后你要把他们 带到建造的里面 好 一个生活中有主 工作中有人 但是就聚会中要有话 你要知道 学员们 我们毕业以后 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 乃是为了基督身体的建造 我们要寻求 那最超越的恩赐 就是各个都要生严 凡事我到任何的聚会里面 只要有我在 我一定要为了教会 建造的缘故 做一个生严 那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在侍奉中 要有灵 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天然 不是凭着我们的台干 不是凭着我们的自己 乃是凭着灵侍奉 所以保罗说 我是用灵所侍奉的神 那盼望学员们回去以后 能够在这十方面都有操练 哈利路亚 这训练要把学员们训练成为一个 正常合适 净功用的肢体 盼望我们回去 仍然是满了灵满了化 我们无论到各地 我们都把生命供应给人 都把灵供应给人 祝福我们学员们前面的道路 力上加力 恩上加恩 更能够荣上加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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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